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稍微大一些 对 那么这两位棋手其实相差两岁啊 但是在之前的这个预选赛当中是不一样的组别 对 那么丁浩是在二十岁以下组 对对对对对看起来只差两岁但是正好卡在这个地方啊对在不同的组别去进行对 两位棋手肯定是知根知底啊这个因为都是在中国的这个道场训练的都非常熟悉 应该平时的关系也很好 是的 那么丁世雄五段是在二十到三十岁组出现的 那么他其实在预选赛中战胜了周瑞阳还有陶欣然这样的高手 对 很厉害 对 那么这盘棋呢是丁浩猜到了黑棋 是 现在这个还是大多数棋手比较喜欢下白棋多一些 因为就是说黑棋现在没有什么布局套路 我们就知道以前我们黑棋因为要添木 所以黑棋就会准备很多的布局套路 对对吧 但是AI的出现以后呢 棋手可能绞尽脑汁研究的一些布局套路都被轻易的就给破解 AI那边有胜率做破解 所以现在的棋手就觉得好像黑棋不知道该下什么布局 所以那么他就愿意下白棋 因为白棋他他等于先拿到手的 如果是中国规则的话是棋木板 等于先拿到手的七五万对吧 对 如果是日韩的规则就是六五万 我觉得好像他们不管是日本规则还是中国规则 他们还是多过的喜欢下白棋多一些 是的 因为觉得现在黑棋不知道该下什么东西 不知道怎么才能用先行之力去占尽便宜 因为你很多套路都被AI给分析出来了 难以去组建自己一个比较 就是有套路的布局了 对 就是现在的棋更多的就是还是中后盘的较量 这个布局阶段确实是现在基本上很难占到便宜 当然如果说你要是一定是不用AI来训练 那你可能布局会吃亏一些 是的 如果你一定要倔强 那是肯定要吃亏的 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 刚刚之前跟小范儿聊到就是李世实 我们都知道是个顶尖的棋手 他就相对来讲比较倔强 您可以注意他最近他在世界比赛的棋 他是有别于现在流行的AI布局下反的 是 利潮流而动 对 他就是他就不怎么下AI的棋 但是确实倔强规计上 但是他的胜率一开始总是下很低 一旦跟这个顶尖的这个中寒的高手对局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布局基本上 几十手以后胜率就在40多30多 他就比较低 嗯 就是这没办法 你要是不去印这个潮流 你就很难办 因为毕竟AI这个部局确实是相对比较厉害一些 是 嗯 那么这盘棋呢 这个由丁浩之黑了 嗯 其实丁浩这两年好像势头挺猛的 对 也被誉为中国的星期小龙之一了 是00后的领军人物了 是 丁浩的我印象中为假成绩是挺好的 嗯 是的 是的 相对来说如果光从战绩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丁浩要比丁世雄的成绩要相对好一些 嗯 是 那么这盘棋 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嗯 好 拍起先 新位 嗯 小木 现在你会发现现在下这个新位的就相对多了起来 最早以前我们那时候下棋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占这个心 啊 占这个心一个就是说呢 怎么说呢 就防止你走这个小龄流啊 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小龄流 嗯 还有比如说这个 挂完以后啊 对 这个米比中国流 这是 这个也有 这个也有 这是我们那个时候当时很流行的两种布局套路 一个是米比中国流 一个是这个 小龄流或者这样的一个布局 是 所以很多棋手呢 那个时候都是下这个新位 下这个新位 嗯 这样你 不管是走这个小木 还是走这个小木 他就会呃 走在这个地方 对 这样就防止你去挂脚 嗯 这是他避开黑棋一种布局的套路 是 这种下法 所以周老师一摆这个新位的时候 我当时就发出了会心的一笑 嗯 因为我下白棋的时候 我就经常这么下 因为对 怕这个对方有什么套路嘛 就会选择这种回避 对 而且我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摆小林光一老师的棋的时候 我会发现他他很多时候他就走这 嗯 基本上你下这个他都走在里 嗯 小林光一我摆过很多盘 他都这么下 他就是不避开你这个布局的套路 嗯 现在 嗯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现在他走这个 因为他知道这个 米比中国流和小林流的布局 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时代流行的东西 嗯 所以他不怕你这个布局 所以他就走这个行为 嗯 所以说在职业棋手的对局当中 你看啊 这是第二步棋 嗯 第二步棋其实就已经有很丰富的这个心理活动了 对啊 白棋到底是站在这个鞋的对角上 还是站在这个位置 其实其实懂的人他是可以读出一些内容来的 是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要根据对手来 嗯 根据对手来 比如说呃 那时候我我跟一些棋手下棋的时候 你会发现如果对手不不喜欢下小林流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走这个心位 然后你可以选择走这个小木 因为他有可能是对手是擅长于中国流布局的 嗯 那么中国流布局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小木摆在这头 就是 就是这样的话你 你有你自己的一个布局套路 对 你甚至可以自己走一个小林流出来 对 但是如果当你发现对手喜欢小林流 或者迷迷中国流的时候 我就会把棋下成这个布局 这是要根据对手来 因为每个人棋手 呃 你那时候也有网络可以掉棋谱 你可以知道他最近下了是什么布局 嗯 那么你就战术战术性的去避开他一些比较擅长的布局 这样多周少这个在这个呃 开局的时候会会有利一些 那因为他有时候他有些布局他特别熟悉嘛 是 需要避开 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心位和这个心位 其实当他落下第二步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对这个其他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一个 一个想法 嗯 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AI的这个变化图已经背的差不多了 那啊 你觉得我什么也不怕 对 嗯 现在就是没有怎么说现在的棋在布局阶段已经跟当当年那个时候有一些本质的区别 嗯 有一些本质的区别 是 嗯 那么黑棋这盘棋是选择了在这里 对 现在是新位 嗯 又是新位嗯 黑棋点角啊 现在都是点角是流行啊 就是其实就是点角和挂角两个下法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变化对吧 但挂角呢呃现在有两种特点就挂角一种呢都是不硬啊 拖鲜拖鲜走别的反正你双飞燕就就就来他不陷不怕双飞燕对 那么还有一种下法就是还是以前这样硬但是黑棋呢不再回拆了啊很少回拆要么就拖鲜要么这个局部都是拖了连班 是 对吧这是这变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定制了 局部走的时候都是拖了连班然后要么走呢他就直接就比如说走别的大厂什么小飞啊拖鲜了 还挂一下就当便宜了这是现在流行的下法然后拖拖的下这个飞好像已经几年都没看到 这一两年内就没看过有人飞的对吧就很少有人下飞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名实业棋手在讲棋的时候说过 说这种飞啊一开始就出现在二路上感觉上就不会很好 那么感觉他这个话好像说对了现在果然没有人下这个对了 那还是挺高的其实其实我觉得有些棋手他在一些棋型的判断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他只是说他只是说没有一个东西来证明他是对的 我们那时候怎么证明他是对的呢就是你你是强者对吧 你是世界冠军对吧你就是对的 以实力来证明对你就是对的以这个成绩来证明对 但如果说你你即使布局下了很好这个局部的判断是对的 但你老不能赢或者老是不能拿到顶级的这个成绩 你就很难让人信服你这个东西是对的 因为竞技体育还是以实力来说话对吧 但AI出来不一样对吧 AI出来发现我们所有的人类科捷什么的也下不过 那他说的就是对 所以他很多这种他的一些布局的下法就会成为现在一种流行的一个下法 是其实这么说的话也是因为AI也是拿成绩说话的 对对对确实是因为他必须要下赢我们对 因为你根本赢不了他所以你觉得他说的话一定是对的对 所以这确实是这样对 不过发现你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种下说明围棋还是很难的 因为如果说真的全部搞明白的话 理论上就只有一种下法 如果你把这个全都搞明白的话 直到正解的话正解 逻辑上就正解只有一种对吧 那既然AI有挂的有点子三的 就说明这个棋 我们围棋的变化他并没有完全的搞明白 是还觉得下这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那实战黑棋是选择的点角 嗯 白棋打 黑棋爬 这点角的变化是最近很流行的 但是非常的复杂 嗯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我我始终觉得这个局部 我就上期我们推荐就是搬了连搬就可以 啊 这个是怎么说呢最简明 也是最没有最好掌握的一个定势 而且这个定势其实双方差不多 并不亏 这样 嗯 啊 我觉得如果 其实我们来下来的话 最好是选择这个是比较好掌握 嗯 这个不吃亏 也好掌握变化也很少 嗯 不容易中刀 啊 你可以这个棋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相对于是这样一个棋型 五有角 靠 嗯 对吧 长 等于这时候黑棋 搬虎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定型 其实这个定型你可以看到黑棋 白棋五有角的时候 黑棋靠完以后搬了虎 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便宜 嗯 这几个交换 白棋应该是不吃亏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白棋这铺一下确实很损 这下损得很厉害 白棋铺活了 嗯 对而且主要是还铺厚了 不光是木属的问题 是吧 但是呢 你仔细看几下 黑棋这两下其实也挺损的 不然的话你这棋你最少有一家白棋是抗不住 嗯 对吧 那你等于是走了一下跑了一下 所以黑棋这两下交换也挺损 嗯 那么可能这两下交换跟这下交换 还是白棋稍稍的损的多一些 但是问题是你当初五有角的时候 你碰一下倒还好 对吧 但你在这个地方花了一首旗啊 嗯 这似乎还是有些早的啊 你拿碰一下 你这样不走了 或者不搬 走别的 也可以考虑将来再从这边碰什么都行 但是你这地方花了一首旗 速度上也挺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是 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定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定式 呃 大家差不多 然后呢 又好掌握啊 你就是以后你要么你就别下心位 要下心位点按三你头疼你就选择 搬了连搬这个定式就比较好 这个定式比较简单了 对对对对比较容易掌握一些 是 对然后不搬呢 现在就 这个长啊 长 长是最早以前的下法 对吧 嗯这个等于 ai 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还没怎么见过这个点三三定型的时候呢 呃 流行的下法 但最近下这个就 比较少一些了 对啊 这个定式我们都很熟悉啊 当时我们主要是小时候学的时候都是把这个班阶调 嗯 这个班阶调 实际上是一个 大恶手 我们当时学的定式都觉得是这样 这样在普遍的 如果说 嗯 没有特殊场合的下 就局部而言 我们当时都觉得是黑棋要亏一些的 那由于这个班阶啊 把白棋走得太厚了 嗯 后来就是这个定式 ai 为什么说可以下的呢 就是因为他不班阶这一下 这一下差很多 对 后来是想想 其实这个班阶我们也是职业的高手 都是受一些小时候这种定式教条的束缚啊 嗯对 其实后来想想为什么要班阶 这块是活的呀 对吧 你如果如果你看如果白棋你来拐 我再班阶 基本也是先手 基本也是先手 那等于这个棋型你白棋现在往这个地方去不拐了一个 那这手棋明显还是相对上还是见小的 嗯 价值不大 对 那如果不班阶的理由就是怕白棋立 嗯 那黑棋就爬一下 走 就算在挡活 那么局部他也是活棋 哦 那黑棋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多爬一下呢 不爬一下的话就是担心这个挡的话这个拐变成了先手 哦 哎这个白棋一班黑棋一虎 这个局部就变成了大猪嘴了 对对对 嗯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死活题啊 对这是一个很经典的这个提醒 嗯 所以就是黑棋要先爬一下的一个原因 所以当白棋立的时候黑棋一定要先爬一下 是 嗯先爬一下 对不能忘 对 那么黑棋在 黑棋在 挡这个啊 这样 那么这是 现在的定型 这样你可以看到黑棋不搬接这一下 嗯 其实白棋的外围就差了很多了 白棋本来这个虎的棋型就厚厚很多 是啊 这个地方黑棋感觉都没有办法再下了 对 对现在有了这以后呢黑棋以后开拆过来啊 将来怎么再拆过来点一点 你会发现白棋可能 再走几个的话 你看白棋还存在着这个被公的可能性 如果下成这样然后把黑棋再一跳 好 这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斑毡啊是确实下的很臭 现在看起来那个当时我们的斑毡确实下的很臭 嗯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被一些这个以前的定式所所束缚出来 就是没人往他想 其实你有时候你仔细想一想 这其实很简单是不应该办解这个 对 那这部点33是不是最早是这个Alpha Zero下的 我印象当中 好像是好像是 是不是在网络上就出现了 还有他的自占谱里面也有很多点角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流行起来 对 其实这这期啊我们其实想想这个 有有有时候我们骑手主要其实不是说没想到这不骑 嗯我们那时候开拆的时候这样的骑行 我就下过点33还下过拖 就是有有开拆的骑行上我下过拖和点33 嗯 但是我们没有主要是没有这个思维是直接就可以 我们我们只是当时我们觉得有个开拆的时候有些特殊场合 我们就可以点33或者拖都可以靠 是 但是实在是没有空脚的时候 而且这关键是第五手 快要是第五手就点了 现在第三手都有 啊对对对就是就是就是没有这个思维 因为那时候就是被你我们学习说老师是跟我们讲 开局的时候你就往这走 就外围对吧损失太大 就外围是后市是越空阔的地时候越管用 对越早形成越有用 对所以说我们就没有这种受这种固化思维影响 就没有这种直接点三的想法 是 但是 但是现在 只要是出主要是出现这个可以不搬粘这个情况 对啊就认为白气没有那么厚了 是 嗯 这不搬粘确实是很很重要的 嗯 这个棋说实话这个这个棋就是现在的职业高手也还在不断的去下 就是说明他们之之间对这个棋的这个局部的定型啊 嗯 至少是各各持几件就觉得这些不一定差 嗯或者是我觉得白气好或者我觉得黑气好 如果说他们有定性的话 就不会说不停的在这个地方去战斗了 是啊 这也是这是这个定型里面 怎么说呢最复杂的一个变化 嗯所以我不建议就是呃 其友们去学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太复杂了 我就我看过很多 职业顶先高手都搞得清的东西 对因为我我自己我看过很多 关于这个局部我至少看了几十盘的这个 对局啊到现在我依然也是懵的 就是我没有完全搞清 那我知道大致怎么下 呃大致他的他的下法的意图是什么 但是你要说我我完全懂了 我我确实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嗯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去去下这个特别复杂的东西 嗯 那么他拖其他拖的意图是什么呢 他我们讲这个顶的斑跟拖的区别在哪里 嗯 一个一个他顶的斑 他一种呢就是白旗最简明的 当然拖线也有啊拖线也有 那一种最简明就是长 这这样定型 这样定型呢就是这是这是白旗啊 一个是他认为他这个旗型 比这个好一点点 好在哪里呢就是将来你这个点的时候有一些区别 嗯 将来这外头有子以后 他可能比如说这样他可能要点过来 是 那如果他多一个旗的时候你再点他就要反击了 肯定要反击的这个地方 不不让你不能忍啊 就肯定会走出来 是就是说他这个地方他高一路就这个地方 有有一路之差 嗯 他外围啊他就会厚一点 他就是他觉得这样点到的可能性相对就小一些 嗯 这是白旗希望走成这个图的原因 嗯 还有一种他就他就是这个时候搬这个 还有一种搬这个定型 嗯 黑旗搬住 嗯 然后白的呃 有有断的下法也有棉斑的下法 嗯 断的话呢 大致黑旗是吃 打吃啊 对 因为你如果 这个比较常见 如果吃这个我们就吃这个 嗯 这也挺常见的啊 也有也有下 啊 那这是白旗断的意图 嗯 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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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黑旗不愿意被白旗打下来反击 这也是一个定式 对 再吃 然后再吃 嗯 沾上 嗯 然后抱吃 黑旗打一下 嗯 再飞起来 对 然后呢这个现在 曾子 应该是不利 嗯 白旗不利 白旗飞这个是比较多的 嗯 这是 这是这是常见的一个定式 对 就这个旗行 白旗 抱吃是本手啊 抱吃是本手 有些 其实我会问为什么不长 哎 为什么不长呢 嗯 呃其实怎么说呢 长黑旗啊 嗯 他就 比如他就飞一个 他将来 他其实是将来断的时候 你你还是本手还在这里 嗯 你还是在这 就这个旗行你 你这两个交换你并不亏 哦 等于说 这个旗行 当白旗长的时候 黑旗先不要去断它 而是先把自己走好了 那么下一步 让白旗补的时候 白旗怎么也不可能补成 这样的一个形状 对 嗯 你现在你想你现在你比如说 你你补这个对吧 嗯 那黑旗肯定不会来这断了 不会断了 嗯 但是你不补 不补你他一断 你就扛不住了 很严厉 你打吃他底下有一耙嘛 是 对吧 你不补这一段你三个就死了 嗯 但你现在补 你就挺难受了 你补在 如果你还补在这 嗯 假设还补在这 那黑旗不做这两个交换的话 他将来 这个地方他有先手位的 对 是吧 对 而且这个地方也有先手 对 当白旗逼过来的时候 黑旗其实这一块旗已经是火起了 对对对 就还是有区别的 嗯 就是白旗这边也空虚 而且你将来过来以后 他 这个先手 他眼位也很明确 嗯 所以这个旗 本手还是 要打吃 对 嗯 因为你走这个 打吃有下一手 对 这个长的话没有下一手 是 补起来很难受了 对对对 小帆说的很有道理 嗯对 就是黑旗如果现在断需要稍微需要小心 他白旗有可能有可能这么来 当然也不见得就也不见得怕啊 也不见得啊 也不见得这样 有可能 因为黑旗其实也是活的嘛 嗯 这个战斗也很复杂 嗯 就以黑旗也不见得不能断 嗯 当然断白旗拐塔就还原了 嗯是 对吧 所以从从任何逻辑来看白旗长是没有便宜的 就算黑旗飞不跟不跟白旗断作战的话 嗯 长也没有任何便宜 对 所以这一期 本手还是要打吃住 嗯 所以这样也是一个定式了 对对对 就还有还有个定式就是 这时候他不断 嗯 他直接连斑也是一个定式 连斑 是 任何黑旗打吃 对 现在黑旗没办法 他不能打吃这个了 打吃出不去 这个地方有缺陷 嗯 打吃一粘 黑旗就动不了了 嗯 所以呢 一般是打吃这个 对 然后再把这个打拔 对 然后白旗 白旗 现在 真子不利是吧 对 真子不利这个定式是不是 稍亏一些 嗯 稍亏一些 真子不利大概只能是跳 真子有利呢就可以把这黑旗给蒸掉 嗯 现在是蒸不掉的 因为他这个心味有子 但是只能是跳 嗯 这也是一个定型 嗯 这个定型呢 呃白旗稍稍的薄一些 嗯 这就是大致这个局部啊 黑旗 顶的一个下巴啊 顶大致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定式 嗯 嗯 那么我看这个旗是不是跟真子有关系啊 所以白旗也没有选择飞这个 对 实战有点关系是对 那么他顶着班他可能就选择刚才搬了断那个那个定式啊 他可能不愿意选择那个定式 嗯所以他选择选择长啊 嗯实战选择单长 其实单长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一部棋 对单长也很好用 我吓的比较多 跟怎么说呢 就跟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白旗搬了联班啊 嗯 搬了联班是一个简直下 还有就是这个单长 对 非一个的话我确实没有这个胆破 我人家一拖我感觉我可能就怂了 对 我就我就有点不太敢翻一下 但是这些一把双刃剑 就是你飞的时候对手肯定想 我到底拖不拖呢 对手是不是有准备 对吧 就是这个拖完以后就是就会形成一个双方都没有把握了站的 嗯 所以当对手飞的时候 你你你一拖 两个人就在心理上在做一些较量 是我们两个谁研究的更清楚 嗯 这么说的话其实职业起手 还是需要好好的把这个局部研究清楚了 嗯 但是你会发现最近 还是下了很多 就最近还是下下了很多盘这样的一个战斗 依然也没搞清楚 就是你不怕我也不怕双方都不怕的状态 对对对 气势上不能输 是 好那么实战 嗯 黑气飞 对 黑气飞还还有一种下法就是跳 嗯 跳也很多剑 那跳当然白旗只要还原的话一冲断就还原了 嗯一冲断就还原了 对 一冲断就还原成斑的斑的斑的定式 嗯 那么白旗还有一种下法就是 压了 嗯 然后黑气肩啊 这个这个下法也也有 还有一种反正白旗就直接拖先了 直接突然黑气这个局部也是尖 嗯 然后白旗再压 这个 嗯 因为他压始终还是挺大 比如说我们讲白旗挂个脚 嗯 黑旗尖 这手压还是很大 对 这手压还是很大 因为你不走的话他就飞起来 就马上就得开拆 嗯 嗯 那么黑旗这个骑形还是很舒展的 然后以后挂过来这边就很好 嗯 是的 嗯 所以跳的变化其实也是比较简单 对 嗯 对手只要一场的时候 其实双方都舒舒口气 不管你怎么下这个局部就 大家都应该都挺好的 是 都挺的那个什么 都挺感到很轻松的感觉 对 那黑旗实战是选择飞这个 对 也是很简单了 嗯 这样的话就白旗就下了一个先手了 是 嗯 局部中的一个先手 但其实在我们过去的理解的话 这个棋啊白旗开拆是很大的一部棋 嗯 但是现在好像并不是很看重这边的开拆了 这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周老师 怎么说呢 他这个其实有一些有一些复杂 就是说 嗯 他 开拆这个时候 不管你怎么拆过来 他白的这地方有个搬了 搬了靠 嗯 这其实是白旗留下的一个 留下的后续手段 啊 就是留下来后续手段 嗯 那么这个局部 正常来讲啊 正常来讲是 走成 这个定式 嗯 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定式 是的 对吧 我们刚才其实讲过这个定式 嗯 讲过这个定式 嗯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如果还下着这个旗行的时候 嗯 就会发现把黑旗这个开拆的效率 有些低啊 不能说 不能说这种旗不好 只能说那你这时候要走的话呢 你可能还是放在外头速度更快一些 嗯 你要走的话 这个位置也可能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位置 可能会飞起来 这类的更更积极一些 这个局部 当然最好的可能我觉得还是走在外头哈 比如点脚啊 这手旗放在外头 嗯 现在等于这个旗行你看轮黑旗走 嗯 你恐怕不会走在这里 嗯 所以他这个地方 他实际上他诱你来 加他 可以这么理解啊 可以诱你来加他 就是看起来好像 白旗这三个子被加过来很苦 但他有个班了靠的定型手段 嗯 所以他他不怕 他诱惑你来加急 嗯 而如果你 你是自己去开拆的话呢 目处上是稍微有些 损的 嗯 因为 你如果自己开拆出来 将来这个地方你就没法定型 首先这个定型是不可能的 啊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定型就不太可能 就等于定安行说你自己这部棋就废了 对对对 嗯 所以你你一旦拆了以后 这个手段不存在 那将来可能 这个收官的时候 就被人家先手立 对吧 那你就被人家先手立 你的手段就不存在 是 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局部 他有这个 班了靠的一个定型 嗯 所以他不愿意开拆去 嗯 一旦开拆 这个班了靠刚刚讲了 就就没没法下 你一下转到那边 你这个子位置就很尴尬 嗯 那从这个局部我们也看出 其实为其一个特别本质的东西 嗯 就是说在棋盘上的每一颗子 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是希望每一颗子都发挥最大的效率 是 但是对于对方的棋子来说 你是希望他放在棋盘上的每一颗子 尽量都让他保持到低的效率当中 对 啊 所以说也就是说这部棋 确实 嗯 不是现在当务至极了 对对对 嗯 其实还是就是刚刚讲的 就子力方向 对 看起来好像这部棋是一个当然的一手 对对对对 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 不能靠 不能有这么深远的计算的话 嗯 这个拆其实确实是低感 嗯 就是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有这个定型手段以后 嗯 有发现这个拆啊 并不是现在很着急的一个地方 嗯 那其实还是取决于这个地方 这之后的一些变化 是 嗯 所以白棋没有拆这个 对 嗯 而选择在这里低挂 对 那么低挂也是这个棋非常流行的一个走势了啊 现在都是高挂的少了 只要是小木就是一低挂 对嗯 高挂就可能是怕脱退还是怕手人也不知道 嗯 但其实高挂呢脱退据说也黑棋也也不是说就一定便宜 嗯 但是现在反正好像低挂就特别多 嗯 我觉得还是跟根据现在现在棋手都相对比较偏爱实地有关系啊 因为你高挂他就是一脱退嘛 嗯 但这个定式也普普通通 但总之呢黑棋还是实地获得的更更多一些啊 对 就比如说虎或者粘啊都可以 嗯 这也是其实普普通通的一个定式 嗯 但是我们讲了现在棋 棋手都是对这个实地是非常的敏感啊 嗯 他们不不愿意丢一些实地 是的 而且现在白棋这个低挂啊 低挂之后黑棋已经没有从这边加基的手段了 对 之前从这边加基的这个定式已经消失了 对加的特别少 对 但是需要呃 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不是说呃 呃 加的特别少不是说这个加是一定不好 那有些场合你比这边有很大的形式的时候 你肯定要选择加基 嗯 刚才小班说的加的 我们讲的最近的棋加的少的原因是因为在大多数开局的场合 正常场合下 因为加不愉快的原因就是现在觉得被非压到一下以后啊 嗯 这个用AI的判断来讲这个黑棋的胜率就稍稍的下降了 嗯 嗯 这是呃职业的高手对局中他不愿意加基的原因 嗯 但假设如果说你这边真的有有特别好的形式 那肯定是要加基的 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去特别教条的去去去去学这个东西 还是要看全局的配置 是就很很重要 嗯 那么现在呢他还是选择了啊小肩啊 对 那么在这个地方好像黑棋选择肩和飞的都比较多了现在 是嗯 对现在肩和飞都很多肩有肩有肩的好处就是肩这个地方更更结实一些 嗯 但是小飞呢就有看到他明显有一个弱点就是将来被逼住会有些不舒服嗯 这是小飞的弱点 但是小飞的好处是什么呢小飞的好处就是当他当你脱先的时候 他肩顶的时候他这个骑形我们可以看到他就更舒展一些 嗯 如果你在这儿你会发现这个骑黑的有一些重复 是的 倒着推等于你单关手脚他靠的时候 你往里头活了一个嗯 对吧就是感觉上黑棋的子孝啊嗯 稍稍的有一些些重复 对所以肩有肩的好飞有飞的好 这围棋就是这样他有很多东西你 你是难以避免的你飞就担心这个逼住 是吧肩后时你自己走的效率就低嗯 嗯很多地方没有难以完美的东西没有完美的骑行 对 那肩也是过去这个日本呢的银房秀策特别爱下来的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学围棋的时候都都打过这个秀策老师的棋 对啊那时候觉得这个小肩是很有美感的一个一个一种一种 对一种棋型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的骑手确实是很厉害 他不管怎么说他那个时代他就能下出 隔了那么多年现在你会发现这个小肩还存在 依然流行啊就说明他这个当时对这个围棋的理解是相当的深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围棋的理论知识跟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是的对吧他那个时候的下法居然能够到今天还依然在流行 所以他他对这种围棋的理解真的是不得不让人佩服 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天才人 嗯所以说他在那个年代就没有怎么输过气 对对对而且他那个时候还还不贴幕 对当然这个这个跟贴不贴幕其实我觉得关系不大 还是主要是这个他对围棋的理解来深的 嗯那么黑棋尖了之后白棋是再挂脚了 对挂脚因为这下的都很很积极 嗯黑棋选择了家机对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心情 这种心情如果你如果你跟着硬 当然你说也不一定就不好 但是这个这个心情上必须挂到一下总是便宜了 然后那白棋不管是怎么这样拆会这样拆过来 那你你再打入进来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 他挂到一下他跟你战斗是不一样的 嗯那比如说我们像人这样你这样再挂进来 下法就肯定不一样他就不会走在这儿 嗯他甚至会直接打入或者直接跳起来战斗 总之不会让你挂到这下是 反击是是这个局面下的一种心情 而且也符合现在围棋的潮流 嗯现在的棋都是比较紧凑比较比较激烈的 是的 那么白棋选择了双飞燕 对 黑棋靠啊这个时候我们往往选择的是压强不压弱 对 因为怎么说呢就黑棋他还是有点想弓这颗子 嗯就是我们这个双飞燕的时候压的时候就是你 基本上你想弓哪颗子的时候 你就往往另一颗 对比如说你想弓这个子你就压这个想弓这个子你就压这个 嗯因为从理论上讲你弓这个 你这一靠就把人家这个地方加强了嘛 是的 所以你肯定是目的是这个子的时候才往这头压 嗯这个逻辑希望 请我们去去理解一下 因为你在很多局面下双飞燕的时候 你可能会不好判断往哪边去压 就这个时候你就按这个逻辑去去推的话 就更好掌握一些 嗯就记得一句话压强不压弱 对对对 这个子显然是黑棋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有一个逼住了 对啊那这两个白子比较起来呢 肯定是这个子比这个子要强一些 是嗯 而且你供这个子的好处还是尖尖去要供这个子 对吧他一旦这块安定了你要供这个子呢 你要供这个子呢也相对累一些了 嗯是的 那么黑棋尝起来啊 白棋点角 点角 嗯 这也是这个比较呃流行新颖的令氏了 嗯啊最近好像很常看见 对嗯黑棋虎 大多数场合是虎啊但是也也有挡这个的啊 也有挡这个的啊 但是在这个场合下我觉得可能还是不能挡这个 嗯因为这样爬过来就局部而言 白棋的实地还是可以的 嗯嗯 那么如果除非是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的时候 这就是这边的价值明显小于这边的时候 黑棋是可以考虑到 嗯还是要注意这方向 那么在这个场合现在白棋这边的配合也很好 嗯 所以黑棋基本上还是要选择虎虎下来 对 然后白棋白棋沾上 嗯现在好像这个定氏啊下的越下越少了啊 这个棋型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定型 但是最近的呃高手的实战牛啊 这个定型已经是非非常少见了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棋型 因为可能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定型也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定势 就是一间加的时候 双飞燕 黑棋 压斑 走 走 这应该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定势 那么 那么走成这样以后啊 将来白棋的后续手段可以立一下 打吃一下 对这都是白棋的权利 这样可以看到中央的这个 这个控制力啊 黑棋明显要被打进去了 控制力就要少一些 所以呢 黑棋 常在这儿的时候 不如常在这儿 大多数场合 常在这儿要比常在这儿更好 因为常在这儿中央的控制力明显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地方 有逼住几乎是个先手 因为有二路点 对不然这个地方一点 直接冲过来了 对 等于说这步棋对这边还是有用 对这有个子你就断不了了 没这个子你可以看到是断死的 你这样的棋形是没有点的 是的 就被断死了 所以这样的话 它这边逼的就是一个先手 白棋要么顶要么坚硬的 得需要防守也有 这是黑棋常着热的一个 后续手段 所以可以看到下车站呢 它这个位置要比较这儿 可能会更有利一些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定势 现在下来越来越少的原因 所以白棋现在叫先沾 对 黑棋挡下去 可以冲 冲是形状上会便宜一些 如果你正常 正常立或者尖的话 白棋再爬回来 这样白棋形状相对完整一些 是 它冲先冲坏你的棋形 你要斑的话呢 它就团住 这样的话呢 你爬反正这个子就被吃住了 那这样的话白棋 走完以后 你会发现这要 要跑 这边要被加工 这样从全局的配合来看呢 白棋这么下 似乎有些问题 是 所以这个地方白棋 是选择了斑 斑对 斑可以起就不能截断了 截断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目的 就达到了 是的 这样白棋很舒服啊 对 这样扳过 扳过这个棋形你可以看一下 将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棋形 那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等于被 蒸一下拐受不了 对 从棋形看黑棋有点 棋形上有点丑陋 不好看 所以 这个棋形是一般来讲 黑棋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斑的时候黑棋是 从这边 从这边截断 不让白棋在那边渡过 对 然后白棋 白棋糊 这个棋形好像以前也有 扳这个的下法 我记得 对吧 有扳这个下法 扳这个就是说 你要是挡这个 它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样再打它就 我渡不过了 有了这个交换就过不了了 对 那所以呢 你基本上还是要虎回 那黑棋爬 这在以前也有 是的 爬完以后 你要是走这个 它就靠上面 你跳这里 它就靠这里 这是我们以前所学习的 比较熟悉的一个定义 对 这也是一个下法 这个棋大致是这样 就是扳一下黑棋顶 然后白棋就脱先了 白棋就脱先了 将来看情况 什么立一个 跟你这个什么充斥交换 再守一个 将来看情况这么处理 现在可以暂时先不走 这是这是这个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定式下法 对 但是现在的 好像也没有了 对 现在好像也少了 这样不下 他现在他煎这个 煎这个 然后他就 他觉得 他觉得这三个子啊 他这么走 他是对你三个子 当然是更有利了 但是呢 他觉得就被你看清了 我就这样的话 你反正 转身了 对 你贴白棋的子力太近 那么你吃起来的呢 你整体效率就太低 他就可以 给你了 就轻了 他煎这个目的是什么 他就让你三个子变重 那我将来我要是 攻过来的时候 你这个就不好意思再气了 你这气就太大 他其实这种下法呢 就是更具有 更对这三个子啊 更有攻击性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发现很奇怪 就是什么 你要攻别人的时候 有时候离人远一点 可能更好 离人太近 压力更大 对 离人太近 就气了 就给你吃了 是 所以这个逻辑 也很很有意思 就是好像你觉得 攻他的时候 你要去 离他紧一点 这是我们 第一感 但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离得太近 你就被气掉 是的 效率就不高了 对 所以这个分寸 其实还是挺难掌握的 对 这是围棋比较难的地方 我来说非常难了 确实是非常难的地方 黑棋 下一步 看起来 也是有备而来 黑棋 现在直接靠到这儿了 对 这部棋 也是符合 当今的 这个棋的潮流 现在好像 这棋 反正有 有靠先靠 很多棋 都是往这儿靠 对 很紧凑的一个下法 靠呢 它就是 还是想让你 它倒不是为了吃你 就是想你这个棋行更 更重复一些 可以是这样 靠呢 首先你这个长是不能考虑的 长的话 不管黑棋是搬这个 还是搬这个 白的棋行都受不了 对 所以 这棋 搬上面和搬下面 是比较常见的 两种下法 就是 第一感就是搬 或者搬这上面 一般没有这个长 利的感觉也不太会有 利因为 感觉上就 有点 已经有点 被便宜了 嗯 气势上 已经输了 对 利的话 它就哪怕长一个 或者不走 感觉上会 会有些吃亏 是 那么一种呢 就是 搬这个 搬这个 黑棋 有 两种下法 一种 它就 它是搬这个 一种是搬这个 你打吃 走 从这样 再吃 提 那么这时候呢 黑棋 厚实一点就 就吃掉 嗯 这是 这是一种 定型 那么接下来白棋 可能这边要 要补防一个 嗯 这是一种定型 还有一种下法呢 黑棋 也有可能下利 这个场合下 有可能下利 利下来 嗯 利的话 因为你这个局部 大概只能是 只能是打 对吧 那它 再断 嗯 这样的话呢 黑棋 等于就把 白棋 给包住了 嗯 那因为你本来 这个棋型 像是这样的话呢 白棋应该是长的嘛 这样黑棋 就很无趣了 是 没封住 对 但你搬呢 就被断了 断了主要是 白棋 这个局部 没有活干净 嗯 这以后 单挤这个局部 是死的 哦 这个地方是个死刑 嗯 确实 白棋如果立的话 对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简单一点 就把这个 扑手给走掉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嗯 一般 哦 这个是典型的死刑 对 你打吃它一点 对 这样等于 其实就是说 白棋局部没有活 嗯 那么 它把你封进去以后 那如果你要 去 后手做活的话呢 那可以看到就被黑棋 先手分断 嗯 那黑的外面就可以考虑 怎么这个跟你 跳啊 或者飞来作战 因为它这个 你活在这 它 它沾这个还有 先手 对 所以它外围其实挺厚的 嗯 那它不管是飞也好 或者跳也好 这样黑棋作战 应该还是 相对 比较主动的 嗯 嗯 可能觉得上班 在这个场合下 有点担心 立完以后 断 断 这样白棋这块没活 是 是 需要后手补活的话 有点不太肯 是的 等于从 先手就被人家包进去了 嗯 这是它实战不敢选择 这个的原因 嗯 它全然选择的是 扳底下 对 扳下面 扳底下黑棋就 连扳 嗯 连扳这个 白棋 白棋实战是打吃啊 嗯 但打吃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打吃 可能是 有一些 有一些问题的 从实战来看 是有一些问题 嗯 因为打吃 我们现在看它实战的下方 实战它是 打完以后 它接回去了 嗯 它不太 敢打吃 哦 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 当时我觉得它可能 自己想的时候 是想把它打掉 嗯 我觉得它对局的心理应该 可能是这样 嗯 那么 但是像这样以后 当黑棋顶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局部啊 是个 是个打结 嗯 你扳的时候呢 黑棋会 会打上来 打住 啊 会打上来 或者是不是打这个也可以 嗯 打这个也是结 对 嗯 就这两步打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 黑棋打这个结的话 如果被白棋消结 黑棋会轻一点 对 啊 但是呢 如果打这个呢 呃 黑棋本身 白棋 黑棋如果打输的话 被白棋打在这儿 这个结重一点 但是对于白棋来说 压力也大一些 对 因为它提到了 这外边来了 对 嗯 挺困惑的 那也是一把双刃剑啊 对 这也挺困惑的 对 应该打这台打这儿 对 但总归这个局部 就是一个打结 嗯 白棋可能它 我觉得它这个地方 是不是觉得 一开始因为打出来 它以为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嗯 它觉得这样可以接受 这样肯定可以接受 啊 这样反正局部也活了 对 你就吃这个子 获利也不大 嗯 但是呢 突然间发现这个局部 有结 他就觉得好像 不管人家打哪个 他觉得结才有 有些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 骑涉及打结 就变得复杂了 因为打结中间 会出现很多转换 对 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又是30秒的快棋 是 这个判断上 我觉得还是有点害怕的 对 嗯 所以呢 他实在打完以后啊 他发现 他不敢去打结 他又选择沾上 嗯 沾回 沾回 那么黑棋一打尸 那么下成这样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就白棋 他其实这手棋 还是非常损的 嗯 因为这个棋 你几乎没有跑出的可能性 因为你这跑出就一个人在逃跑 这个力量再大也站不过人家 是 对吧 那么 那么一旦你 你不能去跑 不能去跑的话 将来被黑棋一手棋抱持住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黑棋 很厚 很厚 嗯 白棋是比较亏损 是 所以按这个逻辑 如果说他不能去打的话呢 他搬完以后 不能打出来的话 他还不如沾上 我觉得他还不如沾上 单沾 嗯 这样的话 黑棋应该也会去尝一个吧 对 你但是你 因为你不发现 你不尝 你下哪里啊 你这棋还是大了 这个地方 会把棋一打还是很大的 对 不管是 这一尝基本上只有木属 还有这条面封住 嗯 封住以后 对这边也有影响 然后对这个子也有接应 对吧 所以这手棋 其实本身 它还是很大的一手 它是很大的一手 嗯 那么如果黑棋 要补这个局部 黑棋要走 肯定还是长 对 那白棋 这个段就明显变成损失 嗯 是的 所以 它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是有失误的 啊 它是认为打完要打 但打完以后 隔了30秒 反而不敢了 嗯 然后就回去了 嗯 至少是感觉思路上 是不连贯的 对 嗯 因为只有一种情况 我们要打完缩回去 嗯 就是 你怕这样的时候 人家脱先了 嗯 如果 有拖先 外头有个很大的地方 那么你打一下 把黑棋打打中 这样局部能够 争到一个先手 去抢占这个大厂 这是 我们会 用到先打 嗯 但现在这个局面下 明显你沾上以后 你会发现 黑棋还是要 抖着一个最大 嗯 这也是依然是 全盘最大的地方 是 那么你这个 断一下 就变成亏损的 嗯 所以实战就是 打完以后 沾上去 然后被黑棋拐尸 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靠啊 这个局部 还是获得了成功 嗯 是的 那白棋这个 尝了一下 嗯 但是紧接着 他又不敢 在这个局部 继续的 对 走棋了 尝一下呢 反正 也不亏 总比你一手棋 拔掉更好 对吧 但是呢 你尝完以后 这个棋 你确实是 你有没有 没有办法再出动 是 你出动的话 你这杀出来的话 这个差不多 就自然而然死了 无疾而终了 这个黑棋 你是不可能攻得到的 就黑的 这眼形太好了 白棋这三个子 还没有火 嗯 所以实战白棋 没有 继续再走 走在这儿 而是 在这边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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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棋就一手棋 把这个补住 嗯 可厚啊 这个黑棋 调子是很愉快的 嗯 因为贴完以后 白棋再动出 黑棋这块 就有薄味了 嗯 黑棋把这一补 这就很愉快 是 白棋 所以本来应该是 下成这样 像这样 白棋也是贴 那黑棋 这个棋型该走哪 还挺麻的 嗯 是的 你等于给了人家 一个绝好的步调 这个地方 白棋等于 黑的 白棋的下法 有失误给 黑棋 很好下 嗯 到这里我觉得 黑棋应该布局 应该是成功 嗯 白棋这个时候 大飞手脚 嗯 对 嗯 这个脚 黑棋挤了一个 对 嗯 挤这个 也像是一个 怎么说 应该像是一个重大事物 我觉得 这 赌秒的时候 是有时候会 有一些比较 怎么说呢 比较一些 相对比较低级的事物 嗯 因为其实这个棋 没有必要现在走 这边 班就拐回 黑棋是 很安全的一个棋型 嗯 黑棋本身没有问题 你这个棋也不着急 嗯 那么这时候全盘 肯定最大的 肯定是应该在上方 不管你 不管你怎么猜 那上方肯定是最大的一手棋 这毫无疑问 嗯 那么我觉得他肯定在想啊 就我那边 到底应该是 猜在哪个位置 是 然后就 独瞄打僵 但是呢 没想到打出一个后手 啊 挤这个变成了后手 对 挤这个本身是先手 对 因为不走的话 一顶 就随便一扳 这个棋 白棋局部不活 嗯 但他可能当时 他忽悦了一个盲点 嗯 他没有发现 白棋可以顶在这儿 哦 白棋顶在这儿 局部已经活了 对 他也是活的 但是顶在这儿以后呢 黑棋要再不走 这一般你就难受了 嗯 这一般 出事情了 对 这个黑棋要死了 对 嗯 就是死可能还不至于 但是有点 啊 可以那样活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但是这样有点 唯瘦的作用 太恐怖了 就是这样 你外头被人家全部弄掉的话 就活着活了 但是后薄是差了太多 中央的后薄差了一不少 对 哎 你本身关键 你本身没有这事 你要不交换这两个的话 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这扳机拐 没有任何毛病 对 所以他这个 是一个 大僵 这个出现的勺子 嗯 早知道就顶掉都没关系 顶是决先 然后你挤也是先手 然后 你再走别的就完了 对 这几个也不亏啊 就损点劫财嘛 嗯 其实没有任何亏损的地方 嗯 所以这部棋 肯定是 有 看错的地方 嗯 被白棋一顶 黑棋实战一看 落了个后手 觉得那样太难受了 是的 又得走 嗯 那你这个地方 落一后手 就很奇怪 嗯 这是黑棋的 一个比较大的事物 这可能他队集当中 也没有想到吧 对 就是忽悦了 人家这地方的 确实 嗯 那么白棋 这个时候 对 白棋这个时候 这部棋 我觉得也是有 很大的问题 嗯 这部为什么是 飞在这 我个人是不太理解的 嗯 肯定还是上方明显大 是 而上方不管怎么猜 反正上方明显要比这头大 嗯 这个 主要黑棋这边 是不是已经非常厚了呀 对啊 嗯 对啊 黑棋它 你飞过来都对人家 这个投降铁壁没有影响 嗯 而你飞 人家将来 这个地方 人家就比如说 这样过来的话 你这个字也抓不住人 人家这个是铁壁呀 对 还是拿黑棋没招 对啊 他点了这 破你的形式很容易 他太厚了 这个飞的太厚了 就行其逻辑来讲 白棋也不应该飞这这 嗯 因为黑棋 不太可能从这头飞 说实话 是 假设我们在这有子的 黑棋飞首先 首先就是一个后手 那其次 就算白棋 如果没有 那边跟那边没影响 这个对围来讲 黑棋没有道理会便宜 嗯 你这个地方这么厚 围这点 人家这个地方围 围这么明显围的比你大 嗯 而且白的还是薄的地方 对 所以这招棋是 我觉得不能理解的一个重大事物 嗯 这好不容易人家打一勺 你的机会来了 嗯 这个没插住 对 这部棋确实是从价值上来说 因为像布局的时候很多大厂都是关乎到双方的一个争夺 对 那么这部棋好像其实对于黑棋这块后手来说没有半点影响 对 只是起到了单独扩张自己 对 对 所以你其实他 他开始这个地方他就是一个误区 他认为是一个双方的消长 嗯 但实际上你其实几乎就是一个单方的消长 嗯 因为黑棋走 绝对不会走 不会跟你对位 对 黑棋我觉得要走肯定是在这一带打入这么厚的地方 嗯 打进来的话逼迫你从二路走这样的 嗯 对吧 你要走别的我就跟你 你要跟你对跑出去让你靠近我这后视 是的 这才是黑棋的思路 如果要走黑棋应该考虑这一带这一带 嗯 没有这个棋感 这两种交换本身 黑棋就可能就亏了 对 黑棋太厚了 因为这边 嗯 所以这部棋等于 单方面扩张 对 又又还回去了 因为黑棋打了一个勺 嗯 你捡到了以后你又没没接着走 那就还回去了 对 就黑棋 亏可能还是亏一点 但是已经基本上扯平了 好多了 好多了 因为他 他其实这 因为他这手棋啊 他占了点木属便宜的 啊 木属便宜 你将来你这棋 这一般 嗯 你是 只能在这儿吧 只能坐眼吧 这样你这块只有 只有三木 嗯 对吧 三木还不到 哎 三木 三木不到一点 三木 嗯 对吧 打完整 当然如果 差不多三木 要算黑棋这个 你就三木棋 对吧 是 但是你正常来讲 你是这样的一个定型啊 嗯 正常是这样 对吧 这是六木 嗯 那局部这个地方就差了三木棋 嗯 可能还有四木 这个可能还有一木 局部差四木棋 他这一手棋 其实未必损得出四木 哦 他这一步棋 不仅仅损得出四木 嗯 你这两个交换吧 这两个交换不一定损出四木 嗯 所以 黑棋本来是个勺子 但是有你这部飞以后呢 你反倒可能 我觉得不会有便宜 我觉得不会有便宜 因为这两下你肯定是便宜的 但是这局部这个地方你损了 你末数损了 损了接近四木棋 啊 那等于这个礼尚往来啊 白棋又送出去了 对送出去以后呢 那你之前这个刚刚讲 这个是亏损的 嗯 所以这个棋又变成黑棋好下 嗯 本来你要是这时候抢到这样 这棋还能扳回来一些 是 那黑棋现在很愉快地就抢到了这一步 对 相信经过这几手棋的交换之后 黑棋这部棋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 对 时间上也差不多了 是 嗯 这个太大 嗯 这个关心 这个一个是关系到双方的这个销长 还有这颗子 这部棋实在太大 是 那么白棋 选择了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嗯 对 白棋斑 对 这个这个局部啊 确实白棋要走的话 也大概只好那样定型 嗯 否则的话呢 你 你你你如果 跳呢 就稍微有些 有些太干枯了 他比如说盯一个 嗯 这棋不 不管是粘或者跳 这两步棋吧 都可以考虑 反正 你会发现这个 白棋就是一根棍子 嗯 黑的跳出来也行 或者跳这个也可以考虑 总之可以 你会发现白棋就挺无聊的 嗯 相比来说 白棋这五颗子 在外面没有活 黑棋这四颗子 反而占据了局部的目数 对 嗯 效率上肯定已经说不过去了 这个局部 所以是 是 有点难下 嗯 嗯 那么 我觉得他实战这个下法 不知道能不能考虑考虑肩 肩肩 肩 肩 有可能 肩好像一般要长 对 肩 肩的话 他再 再搬 搬的话 他是要搬 对 这样 不过这样下可能也挺苦的 这样的话 他就打直 然后 然后飞起来 嗯 这样也是 就是一个一个战斗 嗯 白棋就是这两下稍微有点亏 这两下是有点 形状有一点丑陋 对 但是如果转到这边 有可能比 实战可能好 嗯 当然也局部也挺难下 下一手也不知道下哪里 嗯 这地方不是搬了靠 反正就是单肩 单肩 两种 两种下方 现在 实战是搬了 实战是搬 嗯 好 黑棋冲 嗯 对吧 那么黑棋现在选择打吃 打吃 嗯 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他不会选择这个打吃的图了 嗯 他打吃的图 刚刚我们之前讲过 这首期的效率显得有点低 对 所以他选择吃这个 嗯 你打吃 打吃 那么现在黑棋要战斗出来 嗯 如果你提掉呢 那就白棋就如愿了啊 白棋能够下成这样就可以满意了 嗯 他本来刚刚讲了 他他跳 他就跟棍子自己跑 他现在 把黑棋给包住以后 他自己形成的实力 嗯 那他就可以接受了 是 所以黑棋 所以黑棋 打 一定要打出来 站 作战 嗯 这个好 我们都爱看作战的血型 黑棋 长 白棋 虎 一个是先手 嗯 黑棋打 对 白棋 在 尖冲出头 嗯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这个战斗棋型 嗯 本身局部而言其实还是挺难解的一个战斗 但现在就是说黑棋他这边有个形式 这是白棋比较被动的地方 因为黑棋黑棋这个地方贴起来以后啊嗯白棋需要去顾忌这块棋 需要去顾忌这边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能被黑棋下的太厚 是 一旦下的太后起事了这块可能就被惊吞了 对嗯 这块要被惊吞的有可能你这边吃掉一点你都不够 对 那边太大 这看起来四分之一个棋盘了 是 嗯 所以说就是我就说这局部啊是一个难解的 但是由于黑棋现在配合很好 这个白棋就有点有点问题 嗯 这也是当初这一代白棋的处理 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是 白棋长 黑棋跳出来 嗯 白棋拐过来 对 拐 嗯 黑棋顺顺顺顺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挺难受 你拐看起来是很舒服的嗯 但是呢 黑棋一般你会发现这个你在围在搬一搬那边就可能就变成顺势就这叫送控法 有可能你就全部送掉了哦 是 所以就这个棋就是挺挺难受的因为普通来讲这个棋型拐过来对于白棋来讲应该棋型上还挺舒服的嗯但是现在问题这个场合你现在这颗子你始终是需要去想去救他对 然后你就被人家顺势就围住你受不了这个棋型 是让白棋再压 嗯再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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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家压不到了嗯 黑棋拐一个是绝对的先手 对一般这一这一飞一飞白棋应该就死了就扛不住嗯 拐是先手白棋 嗯 跳到这儿 跳 搬起来嗯 也是这个地方下的很强硬啊 对嗯 这一搬确实是难下嗯 再搬他就连搬你就这真的是要送控了 他就他就等着你这样 这样他就一个个对自然而然你这个就没了对 这个没了太恐怖了我们可以看成是这样的这个棋型他就一手棋就把这个空给棋起来了 那个这个白的是接受不了吃不消这个效率太高了对 所以这时候白棋是很很被动了 对白棋这个时候选择了断嗯 怎么样这个地方也得做点味道出来吧 对他想弄弄一些头绪嗯 但是呢黑棋停头 停头完了这马上就要断了你要不走的话他这一断嗯 这个棋筋是不能死的对嗯 这样你可以看到白棋就坏了你真不掉嘛嗯 真不掉的话你两块棋这块棋很难处理是嗯 所以白棋呢只好虎虎 那这样黑棋再一打嗯 这样看起来黑棋这个棋依然是很舒服呀对嗯 所以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我觉得白棋这个下法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嗯 我觉得你找到这个时候就别压了嗯 直接比如说就这么跳 就跟这块棋走的轻一点对先对跑嗯 那么那么他 他要是拐这个你就想要先攻这个嗯 对吧 然后以后如果黑棋不管以后你直接从这个地方开始 从地方掏出来就完了嗯 你压完以后被一扳 压是压得很畅快 但被一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下一手了嗯 哦对没下一手你实际上下针这个棋型 那就等于你虎了一个嗯 人家飞一个飞得很中场 然后你冲断一下 这冲断实在是太损了嗯 你对吧你真虎虎一个的话也很正常 对吧人家飞也很正常 你这冲断 这冲断啥用都没有 就下的很奇怪了把这个头冲那么硬 所以他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应该灵活一点 这样尽管形势不利 这样的话战线会拉的比较长 嗯关键是你这边其实就是争取能够 能够把这块做活把这块做活走个先手 嗯走个先手我赶紧把这个动出来 你只要把这个动出来你全局的实控啊还是 还是比较平衡的嗯 一旦这个被人家 沉起来这控就不用说 对这块大控有点吓人了 对 所以这个压我觉得也是有问题 嗯 这个压是不是感觉思路上出了一些问题 对啊整体的构想好像有点腻 这个是吓的 就压的时候你肯定首先得想到人家搬哪 难道这个棋你当时会认为人家退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人退呀 嗯但搬的时候你要拿出招来 那一看这个棋思路就是断掉的 当人家搬的时候他可能压的时候还没睡醒 你觉得搬哎这棋怎么没棋下了 嗯 没棋下了以后下出这个段 但下人实战这个结果明显是大亏啊 嗯 这个你你断在底下什么棋都没有 这个黑棋这个头棋型 显得是这个棋型实在太完整 嗯 黑棋怎么能下成这么舒服的棋型 嗯 那这个是不是可能就是会计中的一个特点 因为时间太短了 所以没有办法说这个完全的构思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对对 就白棋好像突然之间就有一种恐惧 就没有敢打这个 对 思路上就很容易会出现这种断掉的情况 是嗯 明显感觉到 白棋这一块思路不连贯 嗯 这个地方也下了很犹豫 是 被人搬的时候 你一看 这个搬呢 再搬不行 被人一搬 这好像又不太行 对 这琴棘下一段 嗯 但是这又补回去 这就 这彻底的就 这就坏了 嗯 实战白棋是拆二 然后现在只能再来攻这边 嗯 这棋很被动 因为它其实这个地方 它不走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不走 你你走这个 它一拖你也支不住它 你支不住它 而且它这个地方 它提提还有一些鲜手味道 你的脚还没有完全 还有蛮完全活 嗯 就这个地方其实黑棋走不动 你非它拖你搬它就断 黑棋其实也不知道 能黑棋下 其实黑棋有可能是跳的 嗯 不然它也没棋下 非这个你拖下手机 在哪也不知道 是 所以 现在你 这边损太多 你边这边走 那黑棋就 很好 下 对 现在黑棋的目的很明确 我只要这块棋 能够给它制孤处理好 白棋就已经很很难很被动了 嗯 因为这边已经快全死光了 对 那么黑棋继续跳 嗯 也是处理中间这块黑棋 对 白棋这个时候飞了一个 嗯 也是试问应手了 对 飞 飞好像黑棋这个地方 它实战是搭的 嗯 搭可能是稍稍的有失误的 这部棋 嗯 失误 我觉得走在这儿 要好很多 嗯 走在这儿的话 你看白棋首先里头是活不了的 走这个我们就 就爬一个 爬一个 对这个局部 就做不活 对 那当白棋挡的时候呢 黑棋在 尖这个 这样的话这个 黑棋要杀白棋会更厚实一些 嗯 反正白棋像这样白棋局部来讲 应该是做不活的 嗯 就 就 就这一个先手 暂时看不出白棋怎么跑 嗯 除非将来这地方有子以后才有可能接应回来 就这 现在这个场合下 看不出来白棋怎么活 嗯 这个 爬人家 这个还可以 这个还可以补在上头 嗯 在这个地方对吧 对 那就是死的 然后你就剩下的沾线手 那么这地方要做出一只眼还是暂时是看不到 有点辛苦 对 所以我觉得黑棋这么杀 嗯 是很有把握的 相对要更干净更干净 嗯 它这么杀 它实际上是搭 搭这个棋型 其实是比较坏的一个棋型 你看它本身它是 这个局部啊 是这样一个定型 我们来给大家摆一摆 它局部大概是这样 嗯 吃提 它局部实际上它只能是这么去杀 嗯 对吧 嗯 只能是这么杀 这么杀实际上 跟刚才点完以后尖杀本 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是你这么杀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白棋不会去马上去搬这个 好 刚才讲的搬这个是白棋绝对的先手权利 嗯 那白的这地方它稍微 纠缠你一下你就 有点难处理了 嗯 比如说我们来摆一下 比如说你这样 你简单的摆一下 那么你打吃是先手 这个可以看得到 嗯 那么这个打吃是决先的情况下 再这么下 黑棋就杀不掉 嗯 是 对吧 走成这样 嗯 黑棋打吃 白棋把这个打掉 对 嗯 然后 提掉 对 这样这个局部就 已经不太好 好杀了 嗯 已经不好杀了 这个黑棋如果扑 提 白棋提 黑棋力的话 可以跳吧 跳一路 白棋可以跳一路 对 我这个时候再打进来 白棋这一粒 就是活起了 嗯 那我如果打这边的话 白棋这一座眼 我这个眼位 是没有办法破掉它了 是 嗯 所以这样的话是活气 如果黑棋点这个 白棋一虎 啊 这样 那边眼破不掉 对 嗯 这个地方黑棋没有办法紧住气了 对 所以这个形状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白棋就已经活了 是 嗯 所以他 这地方有个借用以后 就 有活气的手段 可以看到就是 那么这一靠的时候呢 黑的味道就很坏 对 这些是我觉得黑棋这部棋有问题的地方 嗯 那你要是这么去补齐 那么白的 这种 搬先手 搬这个也先手 可能就外头就 会有便宜 就可能跑出去了 嗯 总之白棋肯定比 刚才借用更多 嗯 最起码你就这么搬完以后 嗯 然后什么之类的飞 你总能跑出一些了 嗯 比不像刚才 刚才可能就全部阵亡了 对吧 对 所以 这个靠呢 有一些失误 被白棋 飞到一下 便宜了 白棋本来飞不到 你看你先靠他 比如搬什么这样 你反而飞不到那下 嗯 所以这两下 被白棋便宜 是的 然后实战 白棋是选择了 飞进 嗯 但是可能两个人的 当时的 对局的时候 集中力啊 都不在这边 对啊 他们可能这 都是一个 独秒岩石的一个过场 嗯 两个人根本没想过 这边走过场 可能觉得你这边 肯定都死了 你这边就肯定都死了 我白棋是一直想 我怎么追杀你这边 黑棋想我这棋活了 你就结束了 所以那边 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太注重这个细节 嗯 否则的话 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 应该来讲是 肯定是应该点的 挺容易看到的 嗯 但是呢为什么 这盘棋白棋 他也没有去做这个纠缠 嗯 可能他他又一直盯着你这块 他觉得我不干掉你 我这棋就没法下来 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嗯 那我不杀你这块呢 我空就不可能跟你对抗 嗯 所以这就是棋手 这个 在快棋是一个惨物 他只能去用30秒只能想一些东西 嗯 他不可能什么地方都去想 嗯 对 是吧 所以说 那么从 而这块棋确实是显而易见 现在 就是还是战斗比较激烈的地方 对 嗯 但从说从奇情来讲的话 如果白棋 稍稍的激敏一些的话 嗯 他这个时候就应该来 哦 尤其是快棋的时候 因为我我现在我还算不清楚怎么杀你 嗯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走 这地方确实不太多 那我先让你头疼一下 现在对 他走在这儿 可以棋 说实话真的挺头疼的 对 这个到底硬在哪儿啊 这个 尤其 尤其你是快棋 你你会很烦这种东西 是啊 很烦躁 对 嗯 所以 其实黑棋如果走搬这个的话 这个地方白棋现在一搬是不是已经有棋了 对 已经已经就是你不能静止了吧 对 你这个点完了我挡住这一场是已经回不去了吧 对 嗯 已经有问题了 对 所以 这个时候是一个好时机啊 对 就是白棋如果这个时候适应手黑棋真的可能得用一次吧 对 就是你 你反正不知道下下哪的时候 你先让对手头疼 这个在快棋是很重要的 因为 有可能你让对手头疼的时候 对手这边已经失误了 那你占了很多便宜 你这边下法就不一样了 对 可能你占了便宜以后 假设这地方你留着一个火角 你这个地方占越就不一样 你可能不用吃他了 嗯 你只要攻他为点控我可能就够了 是的 而现在呢由于你 你这边觉得自己是死的 你就必须要一门心思要杀掉这个黑棋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丁世雄还是不够不够机敏 因为这地方 这种地方你即使走一下 哪怕你没活出来 你也不亏啊 对吧 你本来不也当死的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真的被人杀了 你也不亏啊 先浪费他一堆时间 嗯 对吧 然后你再去再去攻杀这边 是的是的 嗯 所以这个地方错过了一个怎么说的一个 绝好的一个 学家的时机 嗯 啊白棋往这儿走 嗯 但这个地方一战斗就说不清了 对这个地方 因为白棋自身也没有活呀 对 这个跳一个是先手 这下面白棋都没有眼味 是嗯 这一杀起来你这些都来不及了 嗯对吧 因为现在黑棋逃跑的同时你可以发现白棋自身也全部进去了 也不活 对 这就开始互相攻击了 嗯 嗯 黑棋靠 嗯 走 嗯 白棋半黑棋长 白棋站上 嗯 嗯 这种 嗯 这种棋啊 就是下成这样的时候 这种棋其实白棋是挺痛苦的 嗯 为什么讲痛苦呢 你靠肠的时候被黑棋整形 嗯 你站上 你观察这个字很尴尬 你以后脚上其实这个味道很不好 是 这一点你未必能够吃掉 嗯 对吧 你要是小木 你还挺舒服的 这样还好一些 嗯 你心味 你这个地方万一 以后将来还有点棋的话 这个白的效率就太低了 是 对啊 所以说像这这种大飞的棋型 你跑去这样变压靠站的时候 你是很难受的 因为这块空里未必守得住 嗯 味道很噩 对 那么黑棋靠 嗯 这一步棋好像搞的白棋很难受啊 嗯 这是很精彩的一步棋 嗯 如果白棋冲的话 黑棋一段 黑棋断 白棋打吃 黑棋这一打 哦 白棋这个形状真是难受 对 如果沾上的话 这还是个假眼 哎呀 这这还是个假眼啊 嗯 这个有点接受不了 对 而且黑棋它 它通过这个走 它就自身活了嘛 啊 这样黑棋自身也活了 你就就算 就飞一飞就活了 嗯 凶狠一点的话可以先飞这个 嗯 逼迫你 逼迫你 逼迫你拐在顺势场 这样活就活就完了 因为拐过来 白棋还没有活呢 因为这一冲是决限嘛 对 对啊 这样的话你长你再走我就活了 你过来我要拐啊 嗯 这个 就 你现在再靠就不一样了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 被依靠啊 嗯 就是很难受 就白棋其实他痛苦在痛苦在哪里 就是他这个时候他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攻杀黑的 其实这个时候他 他理论上讲应该先动手的 但是他先动手 他就是因为这地方有依靠 嗯 他很难下 他又不好意思下注这部棋 你觉得这个棋下不出手 嗯 有点丑 对 就下不出手 因为其实你看他局部来讲 他暂时他这个地方也没事 嗯 他不补 黑棋也真不掉 就是黑棋真白棋可以跑出来的 嗯 其实不补也没事 嗯 但是他主要痛苦在哪里 他不知道该怎么下了 嗯 这个地方黑棋始终有一个靠顶的先手 对 嗯 那么白棋这个地方确实不好动 如果这一跳 这一靠 对 局部本性要做只能只能 那 如果要走的话 要走 因为你走这个被一靠就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是的 这个本性只能走在这 嗯 这是白棋 比较 被动的一个地方 嗯 是比较难下 像这样以后其实已经吃不掉了 嗯 所以从某种你想这部棋可能是有问题的 这部棋可能还是应该从这头来 从这边来 啊 这样可能机会更大一些吧 嗯 就可能机会更大一些 这部棋走完以后 这个棋形被撇了一下以后 哈哈 这个形状走不动了 啊 被撇了一下就难受了 一起靠长 先加强自己 嗯 嗯 对 然后黑棋这个地方是靠之前先 那先跳了一下 先把白棋这个眼位破坏了 对 嗯 然后再靠 嗯 其实也是先有权力 他无所谓 他先靠也可以 那总是黑着了 嗯 白棋实在是搬在这 搬 对 啊 搬稍微的好一些 就是说你如果还顶的话呢 他就可以沾在这 对 沾在这的好处就是说他能够 啊 紧住黑棋的这口气 那就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沾 和这个打吃 明显沾在这的位置更好 嗯 撞紧黑棋的气 因为这个地方是 是这样 是先手啊 可以看到白棋 撞紧黑棋的气以后啊 这边还是有些 啊 薄味的黑的还是有一些薄味 是的 而且这样白棋还有也 嗯 那这个时候黑棋 冲过来了 嗯 冲过来了 嗯 黑棋冲呢 他就是想把自己下下厚 嗯 捞点木薯下下厚 那你 你要吃 他就 他 他计划就是这样 这样先把自己 这个该捞了先捞 那这样这个地方白棋 应该是不可能再活了吧 对 嗯 然后他就 一门心思 他可能就想这样 就是只要做活我就 胜利 嗯 这是黑棋的想法 嗯 然后白棋呢 当时呢 实战是 打吃了一个 嗯 好像细腻了一把 对 这个地方 嗯 他自作聪明了一把 嗯 他觉得觉得怎么说呢 他觉得你 你这打吃你只有提 嗯 那么我再走 嗯 这样你可以看到呢 本来讲 本来讲 这个旗行 你是交换不到断跟提的交换 嗯 啊 那么如果能交换到这两下了以后呢 将来我们看到这个底下的木薯啊 嗯 他肯定是要便宜 至少至少便宜一幕吧 对 至少便宜一幕 你将来总要补一个 他以后大生腿以后 这是 白棋 觉得自己 精妙的一个地方 嗯 但是呢 一听 泽老师这个话 好像就是有转折啊 后面 对 白棋是这么小的 但是 但是你看你走完以后 嗯 白棋 黑棋拔掉已经变厚了以后 这个吃就没有意义了 啊 现在这个棋就没有意义 也就是说黑棋现在不会跟你做这两个子的交换了 对 而且吃两个的意义也不存在 就是 即使他做了两个天 他现在也没必要提了嘛 他提他干嘛 没什么走投了 对 啊 因为你这下被交换以后 黑棋就彻底的厚了 嗯 我们刚才讲 一直讲这个气型 有长 长完以后 有气的关系 哎 这个气一旦紧了以后 这边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嗯 所以这一打呢 打完以后 黑的就清楚了 嗯 那也就是说白棋这部打有点太想当然了 对 嗯 对 一种职业棋手的细腻 但是又有点想当然了 对 实际上啊 实际上 黑棋白棋 不打这一下 直接打这个 我觉得黑的也不会沾的 嗯 因为黑棋线优势很大 没有必要摊那点木 只要把这块去安全做活 嗯 就没有问题 嗯 但是你这个地方 打了一下 以为 关子便宜了 但其实对手 但这个地方的味道 嗯 对对手就乐坏了 对手想我终于把这一 唯一的不安定的因素 你全给我消除掉 对 现在他只要一门心思做活就行了 嗯 黑棋实战 嗯 走过来 对 放心大胆的走了 现在可以 嗯 嗯 这边什么气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对 这给白棋看似流了一个破绽 但是你可以看到 黑棋这个段也有 是啊 是先手 对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白棋这个失误有多大 对吧 本来啊 这个蹄是先手 你得比如说这地方要补齐 嗯 那这个地方的薄味就出来 就出来了 这个味道 呀 这部蹄确实是非常可惜啊 对 有点想当然了 对 嗯 整体感觉 嗯 冰士雄这盘棋到现在为止 感觉正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 嗯 很多地方好像下的 有有些失误就是 比较比较明显的失误 就是思路有点不连贯 对对对 嗯 这个快棋 这个对当天的状态要求是很高的 是状态不好的时候 在这个50 30秒一步的棋的情况下 你一旦集中力不够 嗯 你就会发现 你的棋的质量是很差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下棋也是这样 尤其下快棋 有时候觉得一盘棋下的 下完以后 觉得自己下的都是什么东西 会会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整盘棋 你的思路是断的 嗯 你一会想这一会想那 然后就发现整盘棋 你你觉得自己就像梦游一样就输了 嗯 这个确实是 嗯 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 让你去调节了 对 没有时间调节 这也是快棋的一大特点 对 现在白棋现在 走到这儿 他先生 怎么说呢 他已经攻不住黑一起了 嗯 他就想呢 多有一点空 把这块空围住 看能不能还能争点胜负 嗯 能不能争胜负 反正这个这个地方呢 余味他扑也不济了 就你点了三我一定杀你 我杀 对你再走我 反正我不管了 嗯 对 已经算成是我的了 嗯 嗯 那么黑棋老老实实 补回来 白棋把这部提了 提 嗯 再不提可能整块棋 都要面临不活的这个问题了 白棋提完以后 这两个你可以看到也是大大亏啊 嗯 那么黑棋拐 跳 嗯 嗯 跳这个白棋 跳在这 嗯 下不动了 这个局部局部你 你已经下不了了 对 你刺他就 他就沾上 是 冲断过来的时候 黑棋 就 飞一飞就全部进去了 嗯 嗯 不管是飞还是肩就 这就已经漏了 白棋没有办法封住这个地方 对 自身的气太紧 是的 所以他局部他走不动 走不动呢 他就想先跳一下 一个是破坏黑棋的眼位 还有一个就是巩固一下自己 对 否则 一旦黑棋早知道好像白棋 对 这个眼位有点尴尬 对 主要在这尖是先手 对吧 白棋看得见的眼位没有 半个眼 这还是一个半只眼 嗯 底下也是一个半只眼 对 所以白棋其实这手棋 一个更大的原因 还是要支撑要去防守 嗯 那么黑棋拐 这个拐完以后 白棋这个局部的棋形 已经有些自力破碎了 对 这个地方白棋已经挡不上了 对 挡的话 斑 嗯 白棋如果再断的话 断的话 这压就压死了 嗯 就已经 因为这打吃是先手 打吃是先手 打吃是先手 这样你可以看到白棋两个就 呃 被干掉 嗯 所以 白棋这个时候只能退让了 对 硬堵是堵不上了 只能往回撤 嗯 嗯 往回撤 但是这个木术也是大幅的 缩减 嗯 黑棋跳 跳完还要杀下来 对 这太惨了 必须得堵住这个地方了 不然白棋就没空了 对 嗯 然后黑的再跳 嗯 再跳 白棋现在如果再不去堵的话 嗯 自身这五颗子也要出问题 嗯 嗯 现在 黑棋已经开始 反攻白棋了 是啊 所以 从这一段来看 黑棋的自孤是下得很精彩 从这种跑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 现在白棋在被动的去防守 然后这块也要防守 嗯 整个攻守都逆转 对 黑棋这个 嗯 这个自孤的处理是 非常的强 嗯 嗯 当然也跟这个棋 黑棋这边太厚有关系 对 所以白棋可能还是 当初的这个方向 从这边围的方向有了问题 嗯 还是应该从这头呼过来 从这头呼过来 机会要更大一些 嗯 那么 这个时候 黑棋那么多跳 白棋有没有可能 这个地方分段黑棋啊 一看这个地方 白棋次次都是先手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是 是 他这就是要找 找这个地方的 破绽 啊 当然就是 嗯 比如说我现在刺一个呢 你如果沾上的话 我就再刺这个 我至少可以把你下面这个字拿下吧 嗯 看看这个棋 他如果 先让他如果先全都走到 是不是行的问题 嗯 走 然后重过来 然后重 对 嗯 你再刺 上头断了 嗯 对 白棋气不够呀 嗯 那 白棋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 对 你沾上它 它打这个 对 就打肯定是 对 沾上这个的话一打白棋就没气了 嗯 嗯 就他这个地方他不先打这一下 嗯 你就你就不好弄 嗯 还可以先打这个 是的 那白棋现在团这头管用吗 团 团 团这个 团我可以直接顶住 但是团这个说实话就肯定团不到了 他就 他就随便贴这个 你吃这个 首先这还有个结 嗯 他就要不肯去 把一些这 这全都烂了 对 对吧 这这随便随便走这个 这全部被杀了 空白有不行 就吃了这几个子 这而且这关键黑棋 其实还有个结啊 是的 还可以 还可以弄个结 这边走两手结 嗯 好像还是不行 对 没法看 还是有个 有个靠 他就靠你扛不住 是 走不动 走这个也不行 走这个他虎这个就可以了 白棋没有气 嗯 虎在这有个几段 这有个几段 你走这个是上头有个几段 嗯 你走别的这一冲 对 这个白棋不行 对 正好不行 嗯 然后走 走 一大吃 嗯 这好像还挺干净的 嗯 走这个这一打吃 嗯 一跑 一样拆起 对 防守很牢 嗯 看起来虽然有些 有些薄味 但是 刚刚好是没有什么棋 嗯 关键是白棋自己自己好像也很薄 对 嗯 这个冲气别人的手必须是 得厚实的情况下才会产生一些 这个难题 嗯 实际上白棋确实是刺了一个 嗯 黑棋下的比较稳健 嗯 黑棋下的比较稳健 黑棋是 直接就 挖这个 嗯 看的比较清楚 实际上 沾这个我们刚摆了也没起 也没有起 嗯 不用怕 对 他还是下的比较稳健 因为快棋的时候 一定要优势很大的时候 要挑稳健的一下 嗯 因为你很有可能看错 对 毕竟30秒一步 你万一出个勺就 尤其这种大型的搏杀 你出个勺你这边整个死了 是 就被翻盘了 嗯 现在黑棋其实优势很大 因为黑棋只要是这块棋 大部队能够做活 嗯 就基本拿下了 因为这边基本上白棋 已经快快全部阵亡了 对 尤其这下打掉卖掉以后 就没戏了 你这两个步走 其实还有还有的纠缠 就靠一靠 这个棋很紧啊 这个黑棋我觉得吃不到白棋 对对这一下 这一下确实是 啊 失误太大了 他走完以后 这黑的就完全安心了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 白棋确实也挺难受的啊 打这个 打这个也是不行 打这个黑棋一场 嗯 这样的话 这个棋很紧 这样他就比较清楚了吗 他他就沾上了 他其实就是防你 防你冲断 防你冲断嘛 他刚才没看清了 嗯 白棋这个冲断肯定是不行了 其太行了 是断死了直接 嗯 他其实刚才就是说 没看清你刺到底怎么回事 他将挖到一下以后 他就看得很清楚 是的 那么 白棋吃这个 嗯 黑棋退 白棋退 白棋冲 嗯 黑棋断 白棋退 嗯 那 打这个 对 打这个更好 他其实打这个也可以 嗯 但是没有打那个木树好 嗯 那这样的话呢 他他吃上头 但这两个就 就没有了 嗯 就死了 对 嗯 那么 他 不吃这两个是觉得这样的木树更便宜 嗯 这样他 这个刚才这样的话 你是吃了两个子 但是这个长出来后 这边的木树是有关系的 这样可以看到 黑棋 白棋这个地方有 九木棋左右吧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木棋 嗯 那上头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木树来讲上面是七木 白棋九木 白棋多两木 嗯 但是实在是这样 实在是打这个 嗯 然后粘上 嗯 然后 断 然后收气 收气对 这个时候注意了 黑棋这个 呃长气是不行的 因为这边白棋有冲断 嗯 如果你这样走 对 这样是不行的 嗯 这一冲 断 对 这要跑 那这又冲出去 对 冲出去这一头 就被干掉了 嗯 对 这个可千万得小心啊 对 嗯 所以他 他选择这样的定型 你看他单粘 嗯 单粘 白棋必须要走 否则黑棋一打吃 一粘 这就四口了 对 对三口 是 所以呢白棋呢只好走 白棋走呢还有一些麻 嗯 走在这呢 就要被打吃一下 嗯 你退呢 人家这个粘又变成鲜手 嗯 黑棋就更厚了 对 嗯 有点难受 对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样走成这个定型以后啊 嗯 嗯 黑棋虽然说刚才讲这个地方有差了七目棋 嗯 跟刚才那个亭比差了七目 嗯 但这个图你可以看到白棋 只有四目刚刚有九目 对 白棋差了五目 你差了七目 你看起来赚了两目 但问题是现在 先后手差一个 嗯 刚才你吃完以后你补棋是该白棋下 嗯 而现在该黑的下 嗯 所以黑棋明显是 这个要便宜 这个要便宜 嗯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职业的高手们 他们对这种整个局部的定型和目属 它是抠得很紧 很细腻 下得很好 对 那么黑棋现在补在这儿 嗯 这步棋感觉对于白棋这块七好像还有点危险 对 他走在这以后你这个眼已经变成了假眼 嗯 这个眼变成假眼 那么现在白棋看得见的眼就这一个 嗯 那如果你不再拖先的话 如果黑棋再来一手的话 你这块其实肯定是近活不了 呵呵 所以他这手其实 还是 要有先手的意味 对 那么白棋尖出头 这个地方肯定是不能被黑棋再锋一手了 对 那这个地方这个木树都不用点了 不需要点了 直接用手笔 哇 大家应该就知道这棋谁赢了 所以白棋必须得从这边出头 对 嗯 白棋尖 嗯 黑的 黑的现在打吃了一下 打吃了一下 然后这个拐过 拐住 拐住 下的真够厚 其实他拐这个估计就是胜利的宣言了 啊 其实这个棋不管这个也没关系 嗯 他也是活的 但是拐住呢 他就是说 我这地方就彻底的连后 因为这个走啊 你吃 他就一打吃 对 他就把你包进去了 黑棋就非常的厚实 嗯 那这个地方一旦厚了以后 你会发现这地方该摆着走 白棋实际上走不动 动不了 你肩他有这有一挤段 挤 你跳 他挤是先手 他一挖 可以挖断 白棋也连不上 嗯 所以你看你这棋要走 你要破只能走到这儿 那黑棋飞 实际上他还是 围住的一个棋型 嗯 所以这部棋还是 很厚的一手棋 嗯 不去围 把自己走厚 白棋还是进不来 嗯 这是黑棋 比较高明的一个 一个地方 嗯 把白棋继续 贴 就像曾老师说的 这个地方 白棋怎么办呢 白棋进去好像只能往这儿走了 对 但是这样的话 好像也没有进去多少 是 嗯 所以白棋实际上是贴这个 贴这个 对 贴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他希望你 跟着走一步棋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跳进去了 对 这个挖就 终于防住了这个不挖 对 但是呢 黑棋就 补住了 对 黑棋飞在这儿 嗯 这样这块棋 白棋就不用想活了 终于 黑棋也终于安心了 嗯 所以这盘棋我觉得白棋 至之中这个地方不去 去去去搞一下 这个是这盘棋最大的败笔 这就是说 你不能让对手赢的太轻松 就是黑 对手一直这盘棋一直的顾忌 就这条味道 是的 但是你到这盘棋都已经结束的时候 你也没有去 碰这一下 这个是比较失败的 你最少这一下 他至少要掉两根头发 他肯定要头疼一阵子 对吧 但是你现在最后被人家最后 人家这一围 人家轻轻松松就可以点幕了 所以这个就是 这是我觉得 丁世忠状态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输棋都 下棋都会有输棋 但是你不能让对手就是说 太轻松的去赢下这番棋 你一定要让他头疼 至少让他掉两根头发 对对对 在这个地方 这么好的一个碰 到整盘棋没有机会下出来 我觉得是比较失败 我觉得走了这步棋以后 我觉得丁浩就基本上 可以确认自己拿下了 因为这唯一的不安定的因素 已经消失了 那救生点幕了 那么白棋搬 但这个时候搬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现在就是 黑棋只需要一段 对 现在就是独苗打僵了 嗯 没有任何的冲击力了 对 白棋 尖 这也是 就是怎么说 这其实是不会有棋的 但是就是 因为 小小将还是觉得不甘心 不愿意这么轻易的这个投降 那么就去 黑棋这个 黑棋这个还要把这个提了 嗯 生怕白棋这个再跟他做解 是不是 对 现在就反正就安全了 安全运转 他说我 我不要就吃你了 他要想吃你的话 他是不会去跟 肯定不会提这个 对 白棋粘上 黑棋拖 白棋打湿 这样白棋 就 完全的 没有厚化了 这块棋 嗯 黑棋打湿 嗯 白棋提 黑棋 沾上 沾边 嗯 那这个比方是没有什么棋了 嗯 这没有棋了 这 你这般他一叫吃 这是 通联的 对 对吧 你要是走这个的话 黑棋爬 黑棋自身已经活了 白棋也没棋可杀 嗯 所以 他这就很安全了 是的 那么白棋尖 那尽量黑棋守住 嗯 黑棋尖这个 嗯 黑棋 先住 嗯 白棋再尖 塑了一下 嗯 黑棋沾住 嗯 然后这个 这个是 这是最大的 最大的关 这个木齐啊 这个算后手就有点难算 算先手比较好算一些 你看你 你如果说这个棋 黑棋如果 虎 嗯 斑斋 斑斋是先手 这是黑对于黑棋来说是先手了 对 嗯 那么好我们看这样看的话 白棋是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木齐 嗯 对吧 四木黑棋是三木 嗯 那么白棋弯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地方点 白棋是八木 嗯 白棋增长了 四木齐 黑棋少了三木齐 嗯 黑棋没有木了 对七木那就是先手七木 嗯 对于黑棋是先手七木 对那白棋就是逆收棋 对对对对 哦那这部棋 是很大 确实很大 对 算后手的就相对难算一点 就先手的话就是一个先手七木和逆收七木的 是的 一手 实际上 黑棋主要是 稳了 黑棋要不稳的话 其实他还是有机会抢到这个棋的 嗯 他觉得空就够了 这些什么 这些这些 他不必在意这些细节了啊 都跟着你印了 嗯 黑棋搬 搬哪里 啊这是先手 全力 对这是先手 白棋必须得作演 对 黑棋再把这个一拔 嗯 这个也很大 嗯 白棋猴 黑棋点了个角 这这还要点个角 是 嗯 这是 打毒苗打僵 嗯 估计是靠这一下点点木 对 这棋 哎点角也很合算啊 就是 以后万一白棋这全是紫的时候 嗯 结材 找结材的时候我还有点慌 但这两部棋交换之后 这里面我就知道了 我有很多结材 是 嗯 然后 黑棋 煎这个 煎这个 嗯 煎这个也很厚 这个棺子收的也挺好 对 煎完油它这有个几段 嗯 那么白棋爬 嗯 这也是打煎 嗯 黑棋爬 白棋冲 冲 冲着冲着冲着这个 嗯 那么黑棋就退 嗯 这个时候给棋已经下得非常稳健了 这种棋它都没有考虑什么极端 或者团一个之类的下法了 对对对对 没所谓的它 嗯 它退让也没关系了 对白棋再长 黑棋 嗯 黑这个下的也是挺狠的 嗯这个地方白棋一点都便宜不到 嗯 如果可以再爬的话 白棋这个地方有便宜 对对对 可以搬一个这个地方有搬下来 是 嗯 它挤了一个吧 嗯 挤了这个 挤了这个 对 挤了这个主要还是防自身的这个 自身的这个极端 嗯 黑棋就沾上 嗯 下得很干净啊 而且沾上本身也有鲜索味道 嗯 嗯 白棋打痴 打啊 就你脚上脚上打了一个痴 嗯 打痴 这个 没有 棋的地方啊 对就是 打个僵 断了一下 这都是在打僵 黑棋打痴 白棋这个时候来靠了 热心啊 这时候来 这一 踢这一脚 对 毫无毫无必要 这边已经沧海桑天 这边全是黑棋的紫 为什么现在来这一步呢 就不明白 丁世雄 这番棋我一直都没搞明白 为什么现在才来这一步 就早就应该来 早就应该出手了 对 这一步 现在来完全 就人家 黑棋表示无压力 对 这个太没有压力了 走完这两个交换以后 白棋是走那个 白棋挤了一个 还是补这个阶段 挤这个是吧 嗯 挤这个 嗯 局部倒是一个 挤这个局部倒是一个好关子 嗯 但是确实是一个好关子 他要补这个挤段 他挤这个呢 你要沾上他挤段就没了 嗯 你打痴呢 他可以跑 还可以跑 他这地方可以跑 这样 黑棋吃不住白棋 是 白棋打痴 嗯 然后沾上 嗯 黑棋必须把这个连回去 嗯 嗯 那么白棋只在一提 对 局部来说这个 很有收获 啊 确实是好关子 这样他他这张得了一幕棋 嗯 嗯 这个是一个好的好的 好的关子 嗯 黑棋跳 跳 嗯 白棋冲 嗯 冲中 冲在这 冲这个 嗯 黑棋都顶住了啊 这个时候黑棋的实控 已经是非常的结实了 嗯 这个地方也写为了一些木树 对 白棋长 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冲 对 对 对 这个是先手 白棋挡住 嗯 这个地方因为黑棋打 这是先手所以 是没有断点的 嗯 然后他冲这个 嗯 冲这个 白棋扛不住了 哈哈 冲这个 主要白棋好 这个 不能挡啊 啊 挡还被断了 嗯 黑棋拐一个是先手 对 这个是 不是先手的话 你的木树也掉了厉害 对 对对对 局部倒是不走也没棋 嗯 对吧 没棋 可以点完了斑 对 关子也受不了 嗯 就是关子太大了 对 局部你 你只能走这个 你斑的话就已经冲去打结了 嗯 你局部只能这样 嗯 那木就已经 嗯 就损失就已经很大 嗯 那你要跟着硬呢 他这个地方一断 这个看他白棋这个局部也扛不住了 哦 这个子就死了 对 打还是长 嗯 这样跟走这个就 扛不住了 是 所以局部来说呢 大概只能是 走这个 只能是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呢 黑棋 我们来看黑棋这个班是基本上先手 嗯 我们可以看看这棋 这个差距到底 有多大 嗯 简单的先把这个几个该定性的定了 对 这粘是先手 嗯 这个粘 黑的白的还有些麻呀 嗯 你这不理这有个几段 呵 对吧 但是你 你走的话你走在哪里 你如果走在这的话 那么黑棋挤打打完了 挤这又是先手 对这一挤你有点 有点关系 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嘛 这个是冲完是 基本上你要顶 嗯 这气 气有点奇怪 对 这一挤你还得补 你补的话 那这个地方 就会被挤出两步 而且黑棋可以先挤掉这一下 这一屋也不给你 哦对对对对对 说的对 嗯 不过他还可以走在这 他这这 顽强柱 对他这有有个火 火旗 那算了就算是这样吧 对你还是 还是这样吧 嗯 这样的话就是说 你是拱他通过这个手法 他这个拱出两目 嗯 好这样我们给大家点点目 看看差距有多大 这个 我们一直知道是黑棋优势 但是并不知道优势有多大 对这个地方就算成这个冲 嗯交换 但比较好点目 嗯 这是两目 对这是提过一个字的 三四五六七八九 嗯 这是九目 十十一十二 嗯 这一排十二 对吧 就看这个 这个我们就就算这样 算算成白棋 对吧 就让白棋转一点点 嗯 为了大家好点目 这肯定是打的要是白棋便宜一点 嗯 这块一二三四十四 四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 四十二 五十二 五十二五十八 五九六十六一六十二 六十二加刚才的十二是七十四 嗯 白棋是七十四 嗯 白棋七十四 黑棋 嗯 两 这些算两目吧 嗯 两目还算少了 可能有三目 就算先算两目吧 嗯 两目 三十五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五 五三五一七 七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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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六这么不点的情况下 七十六 嗯 七十六 这目还没点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嗯 八十六 嗯 八七八八 八九九 八十九 至少八十九 八十九对七十二 嗯 十十七目 哦 七十四 八十七十四 八十七十四 嗯 那就是十五目 嗯 对吧十五目差距很大 而且这个地方打着一下很便宜了 对吧 然后这半目还没点 嗯 这半目还没点 所以就是这个差距是挺大的 嗯 十五目以上 对 嗯 嗯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 除了这个失误以后 你会发现的黑棋没失误 黑棋哦 你要说理论这部棋 有一点 有一点 嗯 但是这部棋其实不下之前 它其实也是优势的 嗯 即使它下了这部棋局势 依然也是黑棋优势 低级的勺子就这一个 嗯 这是算小失误 嗯 重大的失误就是这个 这部棋 嗯 但其他的你可以看到 黑棋几乎是没有 都下的很精彩 对 每部棋都下的很好 是 而作为一盘快棋来讲 就应该来讲 黑棋是下出了一个很很高质量的一个水平 嗯 而白棋呢就是 很多地方都处理的 不太好 嗯 尤其这个地方没有顽强 还有 这一代刚刚讲的这种压 压完以后发现 又不能搬了 嗯 这一段 这一段的退缩 就白棋整个 呃 思路啊 还有包括这个棋行的 呃 处理 我觉得都有些问题 嗯 这个所以说 呃 丁世雄是 不在状态 呃 丁浩赢的也是 这个实之名归的 这段棋可以说是黑棋的 明举 嗯 听周老师这么一说 我觉得 是不是反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 一下嗯 就是 黑棋下得非常紧凑 这般棋 嗯 致使白棋 在这种压力之下 没有走出自己的棋 对 嗯 这是肯定的 呃 那一个对手的强 他很多 一个 一个是实力强 还有给你一种气势 还有压力 这是很重要 就像高手 他都有高手的光环在里头 是的 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你坐在他面前就感觉好像是坐在一座山的面前一样 对对对 所以 所以他这种 压力导致他的技术 就丁世雄的技术变形 嗯 就像这种地方 我觉得 这是这是我们年轻棋手很擅长的地方 对对对吧 这是因为年轻最擅长的就是在这种这种角局方面 就是比我们老同志要厉害的很多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都能看见的时候 他他居然视而不见 而且一直都没走 这个确实是有些也技术上 我觉得是很不发挥的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我个人认为 嗯 这是他擅长的地方 对年轻人二几岁的小孩 特别擅长因为这些地方 嗯 而且这种地方他们是非常来劲的 就是你我全部死光我也不亏 但是我就是让你头疼 对对 让你不少掉头发的地方 对都是你的空嘛 对吗 是 但这种地方到最后 你看到最后都进进入了打僵阶段才来这个 就 确实是 让人有点遗憾 这个时机 没有抓住 嗯 从一开始就这个打吃完再回去这个地方 就觉得 嗯 就有点状态不太对 嗯 然后一直可能就没有把这个状态调整好 嗯 没有调整好 对 那其实我觉得这盘棋 胜负的最关键处就是这个地方了 嗯 这个地方白棋这个先压两下 再加上这一打 对 这个直接就断绝了黑棋的这个后患了 是是是 嗯 这个压可能是本局最重大的一个败招 对 是啊 嗯 不压 不压被人搬了挺起来这个棋就很难下 对 对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事物 嗯 那不管怎么说 啊 这盘棋这个直黑的丁号确实发挥的非常出色了 对 嗯 我们也祝贺他 嗯 那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讲解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请查理订订阅 confuse